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一節我們會看另一個經典實驗 除了修法或交叉的經典實驗之外 Aldine clock experiment 也是一個經典實驗 Clock experiment 表示 如果那個 reaction 突然之間出現了某一個現象 突然之間出現某一個現象 我們就按一按錶 這個突而其來的變化就是一個類似時鐘 夠鐘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叫這些實驗做Aldine clock 或是Clock experiment Aldine clock當然是和Aldine有關 舉一個實例 Aldine clock experiment Aldine clock experiment 一般有幾樣東西是必須的 今次就量度這個 reaction的 rate 和它的 rate equation 這個 equation很重要 大家要記 這次是S208-2 而這次的 reactant 就是S208-2 它的全名叫做Per-Oxodisulfate Per-Oxodisulfate Iron 它與R-Di-1 就會產生R-Di-1 可能你會問 如果產生R-Di-1 那便對 我們量度R-Di-1 因為R-Di-1 本身是黃啡色 那便可以 類似 量度CALX 或CALX 那個實驗 但是R-Di-1 由於它本身是 慢慢積聚 由黃色慢慢演變 做Brown 而這個 Brown的顏色 這個啡色 都未必是可以完全遮蔽 那個CALX 的 OK 未必完全遮蔽到CALX 所以當然 你可以畫得淺色些 那個CALX 用啡色筆畫 當然都可以 不過呢 效果就一般 那我們通常 就會嘗試 去找一找 另一些幫手 什麼幫手呢 逢親和R-Di-1有關 它有兩個好拍檔 第一個好拍檔 就是 化氧瘦肥子 原來化氧瘦肥子 就會 即刻 吸收了R-Di-1 那 吸收了R-Di-1之後 它會變回 模式 會產生 模式的 產品 那 然後呢 假如有R-Di-1 就是R-Di-1 而這個 R-Di-1 就可以和 Starch react 那 大家應該在BIO 都學過了 R-Di-1和Starch react 的話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 Dark Blue 的 Compress 深藍色 那 我們 突然之間出現了深藍色的Compress 的話呢 那 我們就 按時間 按停的時間 那我們就找到一個T 的了 OK 找到一個Time 的了 那實際上 這個實驗會怎樣做呢 實際上呢 就是這樣的 在一個Beaker裡面 那 我們 加了 原先的 Peroxodisulfate 然後呢 加了 R-Di-1 那 理論上呢 它會出了 R-Di-1 那 但是呢 R-Di-1 就會和 我們 預先加了下去的 Peroxodisulfate 會馬上 react OK 會馬上react 那 一 react 之後呢 它呢 就仍然維持著 是Colorless OK 仍然維持著Colorless 那 但是呢 當那個R-Di-1 如果 不可能再被Peroxodisulfate 吸收了 即是說 Peroxodisulfate 完全用光了 那 R-Di-1 就會有成 剩餘了出來 而剩餘了出來 而剩餘了出來 就可以和 Stars 就形成一個 Dark Blue Complex OK 那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 一鍵Dark Blue 我們就按時間 如果我知道時間是多少 那 即是說呢 我變相呢 就知道 Rate 這個Term 是多少 OK 那 R-Di-1 就非常重要 那 記住呢 逢親 可以產生R-Di-1的實驗呢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個R-Di-1 這個步驟呢 就跟 前面所提的那幾個R-A-A-T-I-1一樣 我們嘗試Take-Lock 然後呢 在Sloop 在Intercept 裡面 找回我們需要的Data OK 那 那 逢親這些 之前介紹的三個實驗呢 都是用 Graph 那 用Graph的好處呢 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拿了很多Set的Data 那 在底都4Set 那 那 找出來的Reading 會準確一點的 因為他們的Sloop 什麼都好 都是一個平均數 那 但是呢 其實 如果不需要那麼準確 如果要一個Rough的Reading 或者呢 就只是做題目的話呢 其實最簡單呢 兩Set就已經夠了 是不是 兩Set都已經夠了 譬如呢 之前我們看一些的題目 假如那個Reaction 只是很簡單 就這樣 它有兩個Anon OK 兩個的Variable 變數 所以呢 我們只需要呢 找方法 最簡單 就是呢 找這兩個的關係 找到個Reading 一Set 找到第二個Reading OK 第二Set的Reading 然後呢 就代回去 那你呢 就可以找到 一式 和呢 二式 OK 那 將一式 和二式 呢 就Over了它 記不記得 我們就消了那個K 那就可以找到那個Rate Order X 如果找到一個X 隨便拿一Set的Data 代回去 OK 那譬如我拿第二Set的Data 代回去 那就可以找到那個K了 那這個呢 就是兩SetData的做法 那當然呢 如果 如果 假如 它就不只是只有一個Concentration的Term 它有多過另外一個Concentration的Term 那我們呢 最多其實都是三Set 你想想 一個Anon 兩個Anon 三個Anon 呢 我們就 拿了一個的 譬如 B那個是Concent 找到A 倒轉 拿A是Concent 找到B那個變化 三個Anon 呢 我們只需要最少三SetData都做到的 OK 那 所以呢 你看回那個公開示的要求 如果它只是簡單簡單單 沒有要求給了兩至三Set的你呢 就直接代數 直接用數學方法 如果它講到明要Podgraph 講到明 給出來的Data 可能有四Set或以上呢 那很多時候呢 都 有機會會是Podgraph的 那 早年的DSE呢 就甚少Podgraph 那近年呢 就多了很多的了 那所以呢 大家不要忘記Podgraph這一點 OK 好了 那 Rate Equation Rate Law 這一課呢 就是這麼多了 那大家要做多一點點練習了 OK 拜拜